印度總理莫迪敦促在新德里出席20國集團 G20外交部長會議的各國代表克服政治分歧 一起努力應對世界面臨的各項重大挑戰 不過觀察人士說 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 這次外長會議 預計會和上星期財長會議這樣結束的時候 無法就聯合聲明達成一致 莫迪星期四通過視頻向G20部長會議致辭的時候說 很自然 作為外交部長 你們的討論受到當今地緣政治的影響 但是作為世界主要的經濟體 我們要為那些不能參與會議的人負起責任 他說世界指望G20應對在經濟增長 社會發展 金融穩定 對付腐敗 反恐 食品和能源安全領域存在的各項問題 我們不應該讓那些 我們在一起無法解決的問題 阻礙我們應對那些可以解決的問題 美國 俄羅斯和中國的外長 都出席這次G20外長會議 烏克蘭戰爭 美中緊張關係 加劇了地緣政治局勢的緊張